上马系列赛今天首次迎来了女性马拉松赛事 2019上海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金晨鸣强起跑 女性跑友们在比赛中挥洒汗水 展现自信与魅力 在我身后4800名参赛的女选手都已经集结完毕了 那么在这个队伍当中非常有特色 就是有30名男子的领跑员 那么他今天都会手持一个红色气球 上面写着成绩 那么在全城会带领女选手来创造更好的成绩 比赛共设两个项目 除半程马拉松外 还有800人参加的健康跑 最终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半马前三名 中国女选手获得的最好成绩是第五名 天气特别好 特别适合跑速度跑成绩 然后包括赛道场很多的一些补给站 然后加油身都是感觉特别圆 大家去追求一个健康美丽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们的女子伴马 当然更要跑出我们女生的一个美丽自信的状态 一路陪跑的男配素员们 全程为女选手加油打气 这样的搭配方式 也给选手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体验 互相搭配起来更有动力一点吧 那么在跑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自己速度的区间来不断地调整 本次赛事的前200名选手将直通2019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另外本次赛事还与明古屋女子马拉松 台北女子半城马拉松赛形成三城联动 成绩优秀的选手分别将获得其他城市的比赛资格 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这次赛事θ托秀的选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